造成个价差 那全部变成是 这个中油断走啦 台电断走啦 那谁会承认他批几款机啊 立委越问越生气 看看经济部长杜子军的脸色 也是越来越难看 面对油价问题 他这么回答 第一个是国际油价是一个 是这个占中油的成本的80% 那么中油决定的价格 是一个批售的价格 跟零售价格本身还是有差别 第三个呢 就是中间还有汇率的问题 这计算方法有够复杂 但是部长既然主动讲到零售 那么跟一般市民最有关的计程车 立委担心油价跌 但是小黄问降恐怕反而撑不下去 现在会计已经在反映了 小黄他已经说出来了 如果你们取消补助 如果政府取消补助 他可能会涨价 那怎么办 这个 那大宗消费者怎么办 第一个这个决定补贴的部分 是由交通部来决定到底要成分 我推我推我推推推 大众运输补助问题 通通留给交通部 那么民生物价 总算跟经济部有关了吧 看来部长对物价的接受度比民众宽很多 也难怪政府自认油价调降很有感 但是一般人还是感受不到 三连选宽松必定下调不到